過往大家是不是都會覺得 吃快餐店的Burger和薯條是貴窮呢? 但這家大家吃了這麼多年的快餐店 現在都成為內地年輕人舉辦婚禮的場地 相信不少人都會覺得結婚是一生人一次 一定要找個好酒店或者酒樓 但無可否認要煩的事實在太多了 例如要提早預期 要想放多少圍桌要上什麼菜式 真是想到都頭痛了 但如果是快餐店 這些煩惱都沒有了 想吃什麼餐就叫什麼餐 叫多少人都可以 你看新人的婚紗照就凍在 雙方父母都站在門口迎親 說真的都幾多客人 人來人往都真是幾熱鬧 這樣看好像和一般的婚禮差別不大 而年輕子女就自己圍坐一台 一起吃東西玩遊戲 就已經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婚禮了 而一般婚禮都會有新人敬酒環節 而內地都有新人打破傳統 選擇用珍珠奶茶代替酒 想想好像都不錯 那你又怎麼看這種新式婚禮呢 今集好意好食就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給個like 下集見 拜拜